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个是一个监视器画面 那天的新闻报导是说 那天没有下雨 没有任何的预兆 结果附近的民众口述说 听到了地上发出闷响 轰隆轰隆 然后这个树就倒了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树的树坑 这边就倒了 然后大家就那个新闻就开始访问民众 然后民众在做什么呢 前面这个是一个什么建筑物 这是一个庙 这个庙是拜这个龙树的 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拜这个龙树 所以民众在那天下午觉得没有风雨 什么都没有 然后树就这样倒了 赶快去拜拜 说这个老天怎样 赶快保护这个老树 但是我看了这个画面我心里想什么 这个是什么 是谁造成的 不就是人吗 对不对 他把他的根这边全部都封起来 然后其实通常五福林门绝对不会只有五福 他照理其实龙树是会走路的树 就是须根会一直延展 所以你如果继续让他下 他其实还可以再撑 但是大家一定会要争取这些空地 所以怎样 其他的把它锯掉 然后为了争取 大家在下面运动 休闲 遮硬的需求 就会用水泥 然后后来 他们找那个专家来看 就说这有核根病 核根病的主要是怎样 潮湿闷热的环境 很容易造成这个状态 你用这样子不是这个结果也就是可以预期的吗 你只留了那么一点点的空间给他 他当然就会这样嘛 可是大家就觉得这个是没有台风没有下雨 这一定有什么预兆 去拜拜 对 然后我就想说 就是你会看到很多很奇怪的人的行为 板根是他的符根是正常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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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刚刚那样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不正常的 这不是 在那个生态自然生态底下的正常现象 对 好 那再来看这个步道 这你们有走过吗 有 有 对 离你们很近 然后那有一个新闻就说 这个步道还撩撩民众很容易叠交 那大家觉得这个步道的问题在哪里 固定是它是有固定的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哪里的土冲刷掉了 后面的 木头后面的土被冲刷掉 有没有 就是我刚刚说的跳篮的状况 有没有 好 两边 然后 那 所以其实它不好走 有可能是 是这个原因 对不对 或者是刚刚有人说 怎样 阶梯高度 或者是太密 也有时候是太密 有没有 就是其实那么平缓的 不用那么小步就来一个 对不对 那就为什么 就是我刚刚画在这里的图 这样大家可以理解 好 那政府接收到这个讯息说民众说这个步道不好走还寥寥 然后大家做什么呢 这个把枕木把真的枕木换成防水泥枕木 水泥防烧山枕木应该这样说 然后民众还是骂 什么整修后反而泥立 舍不接地气 到底在骂什么 你们觉得这样改 跟这样 有没有解决问题 为什么没有 对 他的做法还是一样 对 对 其实你会看到很多民众反应 然后政府的不是去了解 因为民众其实讲话就是会 海撩撩像废墟一样 大概听到都是这些东西 但你要先弄清楚他要讲什么 可是这个设计它也一样是怎样 土会从两边跑 只是这个木头变成不会坏掉的材料 所以民众也不知道不明就里 他也说不出为什么 但是就说这样也没有比较好 这样 然后你就花了很多经费 然后一直指示什么 木头换了 木头坏了换木头 木头坏了换仿木 做法都一样 那就是什么 没有解决问题 没有了解原来的问题 好仿木刚刚有讲过塑胶会怎样 好然后呢是不是就不用维护 其实因为资本们因为一次性工程 追求的就是做完这一次就不会坏掉 不要维护的东西 但是有没有这种东西呢 没有 仿木的它一样要轻啊 OK一样会滑啊 其实这很滑 尤其大家基隆人那么在意滑 好 OK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发现这几年 我们在推手作步道 然后就开始出现有业者说什么呢 对 我来看一下他写 你在哪里看到 我现在 你现在怎么 他用 原木之外 用 暖石木圈塞 然后他们 你看他说用仿木混泥土取代木材 搭配自然景观又大幅减少受损 好然后你看 近几年手作步道观念相当兴盛 保持景观原有坡地结构原则 就地运用食材杀粒自然材料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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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做这些东西 就你会常看到就是有人 就是觉得手作步道就等于用自然材料 自然材料呢容易坏 所以我们用一个看起来 像自然的材料 大概就是这种逻辑这样 但是这不是手作步道 好 然后那有一些是 有引进师部门去做一些任养 可是师部门的任养呢 并没有被政府尊重 像这个是 之前荒野 他们在做富洋生态公园的任养的时候 其实把那里面做得比较自然化一点 可是政府在做维修工程的时候 基本上不会去征询这一些任养团体的 政府都觉得志工是怎样 就是我全部施工完成之后交给任养团体维护 可是如果你前面的施工过程就不是民众可以维护的 请问后面要怎么维护 了解我在讲什么 所以其实不是说我施工完了以后交给民众维护 其实是施工过程这件事情就应该是要可以维护 好 那我们再来看民众的热心维护 这是不是手作步道 谁说是 这个不是用手作就是手作步道 有没有注意看 那个书勒 现在在哪里 你高举给大家看 手作步道的作第二个字怎么写 是用手作的作吗 不是哦 是工作的作 这个作跟那个作有什么差别 这个作是有技艺 技术跟艺术在里面的 如果你写成那个动手作的作 就是我用手作的 双手万能做的都是 不是这个意思 那他跟这种我们所说的手作步道 为什么他不是 你们只认出来他有什么问题 材质 OK 好 刚刚大家指出来 我就把它归纳成两个 一个就是大家最容易看出来 就是材料 这个是用 废弃的 所谓环保回收的材料去铺 它不是就地取材的自然材料 那所以呢 这种东西 它铺上来的时候 这是不属于自然环境 然后第二个是 它没有对症下药 找到问题的根源解决 那手作步道是找问题的根源解决 而不是去做尾端的事情 就是你最后再去铺一个东西 把它盖起来 不是这个意思 是解决它的问题 好 举例来说 你觉得铺轮胎铺地毯 它要解决什么问题 草是其中一个 但是其实还是会长 但是什么下雨会怎样 雨水积水泥泞湿滑 对不对 所以它铺东西 然后呢 那刚铺的时候 地毯有颗粒 你走起来有摩擦粒 OK 但是没有多久就怎样 磨平了 还有就是下雨 雨水泥土夹在下来的时候 一覆盖 它就把那个 它的孔隙全部填满了 所以就更滑 所以如果有走过下雨过后 去走地毯 你就还是会走旁边的草 因为你就不会滑 那所以它没有解决 所以造成施滑淋漓的问题是什么 是水 是水 所以手作步道是把水离开步道 而不是在让水继续积在步道 我只是铺东西 这样了解差别 而且因为当它其实无效 所以它铺完一层之后会怎样 再铺第二层 再铺第三层 所以我们其实之前在做铺面调查的时候 不是给大家看过步道奇观 它们就是像考古城一样 把它一层一层拉起来看 所以这不是手作步道 这些都不是 而且它有一个公共性的差别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差别 这种自己做地毯 做轮胎的步道 它是不是为了公共 不是 它通常是怎样 你通常会在哪里发现这种步道 有一个主要的政府做的步道 但是民众想要自己辟建一个秘境 它想要从这里进去打羽毛球 你会看到它会整一块地来打羽毛球 它会整一块地来跳土风舞 毛巾操 它反正就是改造自然环境 变成是为人所用的 我把它称之为所谓的公领域私有化 交山客厅化的过程 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它做这事情不是为了公益 好比你看这一段也是 这个建坛山这条已经有步道了 当然铺了水泥大家不喜欢走 所以山游就在旁边自己挖土梯开一条路 这样好吗 对我们反对 我们觉得水泥步道铺了不喜欢不好走 但是你自己去开一条新的路是对的吗 OK好 这也是刚刚丹凤山 其实使用者很多样除了践行的人还有什么 骑越野自行车的 骑越野摩托车的 现在在山上的这个问题越来越多了 因为非常多这样的冲突 好 你们看得出来 这个是什么吗 那做什么用 做什么 好 因为我以前不知道 我后来研究了很久 知道那是怎么用 好 民众开始把这个地方站起来做很多的 而且都有势力范围的 这个是这个找觉会的 那个就要去那边那个会的 就是不一样的这样子 好 这个 很经典吧 这个我们最近在做折折木枝就有放这一张照片 来欢迎大家上去小额捐款一下 OK好 那这个是用什么东西当挡土墙当阶梯 印象管 很可怕吧 会踩破还会里面有那个水银对污染的很恐怖 对 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就有通报那个 但是它在私有地上 后来还是环保局还是去把它清掉 好 或者是什么 那个万人进山活动 当大家看到万人进山活动的时候 你就要多想一点 什么叫做万人进山活动 这个真的在进山吗 你对山造成的负担 是不是多过你不做这件事情 然后通常进山都会发很多纪念品 所以它发给你很多垃圾 叫你去捡垃圾 这样OK好 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 大剑山 热心民众在有一个大小剑山上面 绑自己带铁链绑了一个剑在上面 然后大家就开始讨论说 国家公园说要把它移除 然后有一些民众就觉得说 我好不容易爬到那个大剑山 当然要拿那个剑来拍照 OK 你们觉得怎么样 其实很多啦 这些我就 好 这个 火炎山 火炎山 这个也是跟刚刚那个 就是大峡谷 知名的大峡谷地形 然后因为打卡之后 很多人跑去 可是其实那个步道的路线 它会特别走到这个很危险的边边来拍这张照片 可是其实这边是会一直崩塌的 这样大家可以理解我在讲什么 好 那火炎山其实是自然保留区 自然保留区是限制人进入 不能随便去的 可是那个就是民众呢基本上去 然后沿着那个自然保留区的边界呢 就在那边修路 那当地有两个不同派别的先生 各修各的路 然后他们就把这个路呢修成这样 在报导还报导说他们修路非常的热心 非常的就反正肯定他们这样子 那大家觉得这是不是手作步道 为什么会有摇头 刚刚不是说轮胎地毯的也是吗 那轮胎地毯 好了这个没有用外来材料 刚刚有说了几个跟手作步道 跟用手作步道的几个差异 一个是什么材料 就地取材 这是不是就地取材 是 好 另外两个是什么还记不记得 就是它是找到问题的源头去解决问题 还是只是做表面 有没有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 动机是为了公共 还是自己想要开一个地方自己来活动 是为了公共还是私人 对不对 好 这是不是手作步道 不是在哪里 它是沿着保留区范围边边坐 而且他们坐上瘾就越坐越多 这个有没有找到问题的源头去解决问题 这差别在哪里 不是 这样说也是没有错 你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地形 假如你有那么多石头 你会拿来做 怎么讲呢 就是 其实 这个路是它开出来的 它开出来以后 它就挖很多大石头 去做这个铺面 然后它在挖的时候 这边一直崩 所以人家跟它讲说 你不要这样做 它才开始做上边坡保护这些土 但是它原来要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把土挖下去 然后把石头埋进去 然后做出让人 很好走的阶梯跟铺面 但是 这样做是对的吗 一个是这样 再来就是什么 刚刚我一直讲 手作步道上解决环境的问题 如果我有石头的话 我面对这样子 我会 我会把它优先做在这个里面的哪里 应该是要保护上下边坡保 了解我在讲什么吗 平的路需不需要保护 不需要 你的出发点是要做踏面 表示什么 你是为了让人好走 但是这个环境 我再换一个方式说 就是 简单讲 在这种环境底下 如果你有石头 你会用土来包石头 还是用石头包土 用石头包土 对 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这样可以理解了 所以那个其实就会变成是怎样 自己做爽的 我是说真的 真的就是 其实手作步道也要常常 我们会常常会自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做这件事情 到底对环境有没有帮助 还是你只是觉得 我做了好有成就感 我就拼命到处去做 这样子 做爽的 很好 你帮我打出下一张抱面 嘉义行善团 所以我要用这个来讲这个故事 就是说什么呢 嘉义行善团是 说实在他们做了很多好事 然后之前呢 在这个2009年的时候 莫拉克刚发生 2009年的9月17号 联合报有一个社论 叫做桥梁有两种 里面讲什么呢 说嘉义巴掌溪上中下游里面 只要是政府盖的工程的桥呢 在这次都已经垮了 可是呢 嘉义行善团盖的都没有垮 那这差别在哪里呢 他这边说 一个是用心盖的 一个是按图盖的 按图刚刚已经大家理解了 然后他就说 这些嘉义行善团的志工 懂得工程专业的人虽然不多 但他们志在行善 一杀一食 绝对踏实 务求桥梁巩固耐用 政府发包的工程 以盈利为主 形式上做到完全按图施工 但在看不见的地方 简化了 或者是偷金简两 就这样说 这是联合报的社论 而且那时候也证明 嘉义行善团盖了那么多桥呢 经过了考验 但是在2011年的这个新闻里面 中国时报写 新三美大桥土法炼钢 嘉义行善团造桥不耐震恐拆除 为什么同样一个嘉义行善团 一个是用心盖的得到了这么大的肯定 一个却实际上在桥梁基础上走位了 而变成是围桥 所以这边就特别要讲什么呢 手作部到我们为什么会非常的坚持 很多的细节 就是因为那个品质 不是只有用心盖而已 就是用心当然包含很多东西 专业技术也非常重要 而且也不能够随便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然后那你必须要非常的吹毛求疵 讲究细节 不是说像我刚刚说的盖爽的啦 或者是为了自己的成就 或为了自己的善心 其实都不是 是你要能够真的观察自然环境的问题 才不会做好事 可是呢 却发现其实里面有一些问题 尤其是涉及到结构的 好 那所以 这后面还有一些 我就可能就没有时间讲了 我就要很快结尾了 就是现在后面我会再讲到 有很多古道 只剩下名称叫古道 可是全部都是新的 然后呢 很多其他的使用者去使用 等等等等 好 这是后来也影响到香港的 死死化关注小组的运动 死死化就是水泥化的意思 香港的山径也在水泥化 所以他们的民间组织就找我们 来帮忙 好 那所以过去我们有三年的时间 在香港教他们手作部 到引进这些东西 OK好 那回到最后要准备要出题目了 所以这一章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 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刚刚一开始的引言 一直在讲什么 不同的人 对步道有不同的想象 基于不同的出发点 他们会觉得 这样比较好 或那样比较不好 会有那样的一个 我刚刚说解决这个方法的 分区管理 分类分级 核心价值 管理目标很重要 那这里面我写了五个W 是谁为什么想要做步道 他想的是如何做 在什么地方做 在什么时候来做 那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政府跟明代 这其实我在讲的时候 不是都有顺便就讲到了 然后呢 这个部落或社区 登山者游客 文史专业的人 还是生态团体 他们看待步道的价值 怎么样做 会有不同的看法 那所以呢 作业就是 作业就是 你挑今天的步道奇观的新闻 一则 或者是你自己上网找新的 你们有没有觉得 我今天带你们看 走过了一个奇幻之旅的新闻 旅程 新闻多得不得了 你们也可以再去找 跟基隆有相关的 因为我这里面 几乎都没有举到基隆 很少 就只有一张只聊而已 但是你们就尽量去找找看 你像刚刚我那样子 抽丝剥茧那个新闻 看出里面的问题 有哪一些 如果你要说服他们 你会怎么说 这一条步道有哪一些厉害相关人 然后你对他们不同 他的出发点 他关注的东西 你会用什么方式去跟他说 这样好不好 这是今天的作业 你可以挑我今天讲过的 你也可以自己去找新的 解读新闻试读一篇 然后找到里面的问题 对不同利害关系人 去说服 这就是今天的作业 OK吗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 小天使还有没有要说什么 没有了 OK 好 那我们今天就下个礼拜就是 下个礼拜是渔波嘛 对不对 黄渔波老师来讲七地生态的部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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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